大家好,我是一朵 水电工已经把院子里的水管都接好了 院子又重新挖开了 不过还挺快的 大概是两天吧 院子里的水管就接好了 现在开始在墙上开槽了 这几个屋走的也是暗线 我爸说没必要 子琪的意思是 房子都盖好了 也不用省着一点 我发现我爸现在对子琪是越来越好了 我说啥就是不行,不忠 子琪说啥都是 你说他对 还是你想的周到 太偏心了 说啥 没说啥 我都听你 你听错了,我说你对我太好了 这是子琪买的电线 好像是四平方的 我也不是很懂 我还以为旧房子是二平方的 子琪买的电线怎么样 忠 这是用在厨房的 咱就别太惩罢 忠啊 还有子琪让水电工 在厨房接了个水管 就是这个 到时候就不用再提水了 以前厨房里放了一个很大的缸 存点水 现在方便多了 我爸是看着哪里都心疼 就说厨房的下水管吧 我爸说不用留 到时候用个桶接水就行了 为了就是能搶一根水管 爸 能搶咱就搶 不能搶的 咱也别太搶了 真是不盖房子不知道 原来这么多事 而且都要提前想好的 就说这个车库门吧 都没想到要留一个插座 电工问我的时候 我还说装门为啥要留一个插座呢 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里为啥要装一个插座呢 而且是装在墙道最上边 因为这里到时候要装卷帘门 如果不装插座 门就不是自动了 还有就是等水电走好了 就要赶紧粉墙了 粉墙师傅已经来看过了 也是直包工 材料自己买 真的是好多事 对了 粉好墙 还要打地平呢 开房子真的是不容易 水电工没来吗 说是下午来 要赶紧把水电走好 还要粉墙呢 四川 有件事你忘了 啥事 你自己想想 基本就这些事了呀 还有一件事咱都忘了 我真的想不到 那我提个醒 好 车库 车库 是呀 车库里少装一个插座 这就是插座吗 这连门的插座 对 这我还真忘了 不是你忘了 我现在都没想到 之前 那啥时候破瓦呢 还是 先粉墙吧 咱过段时间 会很忙的 不但 要破瓦 还有 院子的地平 大门楼 还要贴瓷砖呢 多啊 嗯 咱爸心情好点呗 挺好的 从修下舍馆开始 咱爸就挺舍不得的 孙杰 嗯 你累起来 不是我不是你呀 现在我年纪大 出去做工作也不好做呀 我现在才知道呀 忙不了年来 爸 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 以前 你自己为人家 改的房子 是你 扛起了 咱这个家 现在 我们长大了 也是你一直在支持我和子琪 我和子琪 已经结婚了 我们也该学着 扛起这个家了 爸 你歇歇吧 哎 看来你真是长大呀 我也不用担心呀 还是要担心的嘛 粉墙 还有打地平 还有好多事呢 都在指望你呢 嗯 我都说嘛 我可不能歇着 对 爸 刚才是我说错话了 嗯 咱不写着